上周本欄预测,港股风暴此过,是入市的好时机,并且看好国子,结果,恒生国子ETF2828上周微升2.2%,意味甚么呢,黄拔认为值得再追,稍后解释,至于一向叫独者重随的能源股,在全球能源方的阴霾下,当然继续上升,黄拔叫大家趁高减持之余, 也不忘提醒把资金转移到价格低迷的工业金属行业如同旷股或其同ETF 一周以来,其同ETF CPER标升约10%,同旷ETF COPX更升于12%,江西同358指微升6.5%,其实,不少工业金属于新已升至14年新高 有朋友问黄拔为何中爱投资同而不选择其他金属 首先,理论上任何商品都可以炒,但作为投资者,就算看好身,也要考虑究竟有什么投资工具,也要考虑各种商品的成交量 同的好处是旧大路,因为用途广用量又大,交投活跃,投资工具和相关ETF选择多,虽然所有商品的波幅都大,但同价算是各原材料波幅较温和的一种 教偏门的木材,价格几十年来在每单位200到500美元上落 直至疫情爆发后,价格来过报复式反弹,增在5月初创下1500美元的新高 可视在稍后三个月内跌了三分之二 重回500美元 这类教偏门的商品 绝对非行外人应该投资 目前木材价格又回升到790美元 黄拔虽然看好后市 但亦严守纪律不会占手 至于为什么看好同价 则是目前西方各国搞环保大躍进 强推电动车,同的需求长期大增不可避免 至于产量,则又因太多环保条例规限 难以跟随大躍进的步伐 其实本来早在7月初已预测商品有可能进入超级周期 有兴趣者可以重温 回到香港股市 早前因某些行业受政府的铁拳整顿 同时又受恒大3333危机困扰 不过只要解决内部矛盾 政府把权力收归后 其实在一段不短的时间内 股价有很大机会做好 至于恒大 有关当局已经定性为个别事件 相信不会打散整个内房 有人问现阶段内房值得投资吗 黄拔的建议是 要选择个别内房不中地雷有难度 美股虽然有相关ETF 但交头疏落 其实内房牵连内银 资源等多个行业 和国子很有关联性 加上国子含大型科技股概念 如果看好内房 和当局整顿可能暂时歇一歇 倒不如投资国子ETF算了 至少 有关当局不会同时间整顿 国子内所有行业罢 国子有继续上升的空间 进取者不妨加仓 另一市场焦点 市有分析指联储局因为通胀高企 可能提早收水加息 股市有可能大幅回吐 黄拔认为就算联储局会收水或加息 但总是慢手慢脚 其实是真眼讲大话 说通胀只熟过度性 指示对股市苛乎被置的口述而矣 联储局早已不理通胀猛于虎 难理普罗大众受物价通胀的之傲 当然 到人民不能忍受通胀之苦 联储局不就被逼加息吗 黄拔大胆预测 西方政府到时 就会把物价通胀的责任归咎民众 说他们团职居其 届时便会引入配级制度控制物价 有人认为这是天方夜谭 但自新冠疫情后 有目共睹 西方各国虽然抗疫一团租 但官员自称是基于科学 差点令民众以为 他们是全知全能的人 千错万错 都是民众的错 因此 物价如继续飞涨 也一定是民众的错 目前 西方各国政府已有权界定 什么是必须和非必须行业 必须行业 例如政府部门 可以获得较多配级 普通人就分享剩下的配额 以此方式压抑通胀 当然 联储局也会在利率上配合 但会沦为配角 将来 国家生产管理局一类架构会出现 取代央行主宰资源分配和控制物价的大任 制作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